经过将近一周激烈的比拼,亚运游泳项目结束了所有的比赛,中国游泳军团斩获了19枚金牌,再度创造了亚运会的辉煌成绩。 在这19枚金牌中,新一代领军人物薛嘉宇奉献了其中的五金,同时,他也成为吉省坚强1990年北京亚运会,薛言伟2002年釜山亚运会,墨会兰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,中国代表团第四位单届亚运会五金王,成为了本届亚运会的五金王。 薛嘉宇在夺得你没金牌的当天晚上,透露自己是娱乐明星唐燕的粉丝。 25日凌晨1点27分,薛嘉宇又在自己的微博,下面晒出一张截图,曝光了自己的追经历程。 从8月17日开始,他就一直给唐燕私信,一共有五条。 在私信中,薛嘉宇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唐燕,并且直白地表示, 在你眼里,我可能只是一个小透明,但是我可喜欢你了呢,我是你的粉丝。 25日下午13点15分,唐燕终于做出了回应,并在薛嘉宇的微博下面留言。 不过,唐燕的留言非常简烈,只有两个字,加油! 薛嘉宇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,还得回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。 在领约奥运会年仅21岁的薛嘉宇勇或男子100米仰勇决赛银牌, 虽然没有拿到金牌,但是银牌的成绩,已经是中国男子仰勇的历史最佳战绩, 打破了中国男子仰勇奥运会奖牌0的突破。 所以这一块银牌已经让外界对这位年轻人寄予厚望。 这名成宁与聂约奥运会的年轻才是未来不可限量。 本届亚运会薛嘉宇能够拿到5块金牌,应该说,没有国父外界对他的期待。 孙杨已经27岁,在游泳界应该算是老将了,下一届奥运会孙杨也将年满29岁。 从职业运动员的发展来看,孙杨参加下届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没有问题的。 但是东京奥运会之后,中国游泳队想要孙杨继续扛大其实不现实的, 所以培养中国游泳军团的先领军人物已经刻不容华。 学家云应该说,是一个重点培养的对象。